大家好,咱们看一个3800尺的好学区五房大读洞,只要100多个W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现在咱们还是在东谷市Eastville 刚才咱们看到的一进门的那个是个会客厅 它给做成了一个台球室 然后现在就是它的大客厅,大厨房,这个非常的大 它有3800尺呢 你看,就它这沙发一次性坐10个人都是没问题的 还有这个电视,80寸放在里面都不显大 接下来咱们看院子 它这个院子其实蛮大的,后面只是有一个坡 但是看起来仍然是不小的 因为它有7400尺的一个地 它这个是五房的,一楼是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卧室的 这个是一个全卫,就是带洗衣的卫生间 它旁边就是一楼的这间卧室 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门口的那个会客厅就是它改成台球室那个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卧室 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六房了 你看它这个楼梯是拐角式的 对孩子来讲是很安全的 而且它二楼也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客厅 但是它这个房子其实就是卫生间比较少一点 这一个卫生间要管三个卧室 但是一般的家庭也没有把这些卧室全都用来当卧室的 有的就是比如说当个书房 夫妻两个各自有自己的书房 孩子有一个自己的书房 这样用的比较多 所以它卫生间也是够用的 刚才看那两个次卧都不小 然后它这边是洗衣房 还有它的一个次卧 咱们看这个洗衣房 这洗衣房也不错 洗衣机 烘干机 并排放的 上面还有柜子 然后这边它还有一个次卧 所以它楼上一共是四间卧室 最后就是这个大主卧 这个主卧里头还带了一个厅 你看到没有 超级超级的大 它这个车库是三个车位的 所以一楼的那个面积摊得很大 它这二楼还没发挥完潜力呢 它要是盖的话 它还能往车库顶上再去盖房子 所以你看它这么巨大的一个房子 才一百多个W 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